其後恢復上線行車 不過到了今晚九點 路政署又將一條行車線封閉 希望可以在明早前將甲口修理好 到目前為止 那區一大輛交通都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至於較早時間的情況 周遊余子玲報導 下午大約1點 警方封了整條青衣藍橋 方便路政署的工人進行臨時的維修工程 快板拿上來之後 工人就在個洞的四邊鋪盲布 然後鋪一塊大鐵板 快板要來暫時乘車經過的力度 警方將橋解封之後 大型貨櫃車可以恢復使用藍橋 而大車經過時 可以見到快板有移動的 快甲口鐵板在早上8點左右 被人發現有問題 一個司機開車經過青衣藍橋 發現快鐵板螺絲鬆脫 而且還下陷於是報警 而警方10點多開始 封了現場出青衣一段橋面 實施單線雙程行車 部分警員就在青衣藍橋的 葵青路入口指揮交通 不讓重型貨車行藍橋 要改道圓葵青路上北橋入青衣 青衣藍橋已經有超過20年歷史 老政柱說 螺絲鬆脫的現象雖然有 但不是經常發生 主要原因是這條藍橋 比較多重型車輛經過 甲棚比較特別 因為它在橋的中間 上下的移動比較多 所以甲棚比較容易損壞 他說事件不會影響 青衣藍橋的結構安全 浩斯電視記者如指令報導 一位學者亦說 青衣藍橋的甲口鐵片 跌了出來 短期沒什麼影響 不過青衣的居民團體 就要求路政署加強檢查和維修 陳建文報導 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 是助理教授陳鴻天指出 青衣藍橋鬆脫的這種甲口 主要是為路面震蕩和冷縮熱障 預留伸縮性 甲口鐵板短暫脫落 對整條橋的結構模直接影響 不過如果不盡快整好 一樣會有危險 如果譬如說老政柱 它不會馬上來換去 尤其是現在的天氣是膨脹的天氣 所以應該會不太好 青衣藍橋有22年的歷史 路政署說橋面的負荷重量是180噸 重型車輛一樣可以行走 他們每年會進行兩次的維修檢查 去年年底才完成一次路面的維修 一些青衣的民間團體就認為 這條橋在90年的時候弧度下垂 已經進行過維修 他們說路政署應該加強檢查 這條有這麼久歷史 和高使用量的行車天橋 為了舒緩出入青衣島 日益繁忙的交通 政府已經準備動用13億元 在明年1月興建第二條青衣藍橋 無線電視記者陳傑文報導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報導 港商在內地被人扣留